澎湖南寮社区29日在南寮78号传统古厕内以伴着方式举办农村生活节 社区阿妈妈妈们以在地传统特色食材料理出古早味的番薯煎 南寮好玩长豆干排骨汤金瓜鲜果去含猪角鱼土豆高丽菜等农村传统料理 让与会各界虫享好滋味中央社分享 澎湖南寮传统社区社造友成今天推出农村生活节 社区阿妈妈妈们伴桌端出早期传统美味 在古厕内分享古早的儿时好滋味 澎湖南寮传统农村在社区理事长陈友泽与村长赵家协的努力下 向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 给予澎湖县政府争取农村再生计划 让南寮社区传统的鱼灶菜宅牛饭饼 牛梨田澎湖蒙面等早年农村生活文化景观重现 成为澎湖的社区典范 今年更获选2017全球百大绿色旅游地 澎湖南寮社区在南寮78号传统古厕内 以伴着方式举办农村生活节社区阿妈妈妈们以在地传统特色食材料理出古早味的番薯煎 南寮好玩长豆干排骨汤金瓜鲜果去含猪鱼土豆高丽菜等农村传统料理让与会各界重享好滋味 澎湖县政府农游局长陈高良肯定南寮社区的每一成员全心全力投入社区再造 让传统社区再现风华成为澎湖社区中的典范 尤其社区妈妈阿妈们自己单 任大除了理出传统农村好滋味让在场各界回味无穷 陈友泽表示感谢农委会水保局协助让南寮社区投入文字保存与农村体验及食农教育等再造有成 让出外的年轻回游农村带动社区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开玩笑